掌握华球美一筹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球美二柴 每天要打卡华球美更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下午的连连慢二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 先过来飞扬到四楼望于福建的老粉丝 拿一台有所的苹果13512G的白色 这台稀缺的白色我们可以看到电池是99%的效率 充电也只有几十次 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3300块拿到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性价比高吗 机器我们全场的橙色没有问题 就过来看一下艾斯的验机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充电仅只有59次 紧接着帮助广州的老粉丝 拿一台准新的14普入128G的黑色 这台机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标签 电池是100%的效率 然后充电也只有一次 可以说就是一台没有用我的机器 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650拿到 比上楼的价格确实是贵了200块钱 下周就要发布苹果15了 现在入手14普入 小伙伴们觉得还合适吗 紧接着这台全新的苹果13 128G的绿色 是帮一位暗黑的粉丝拿到的 小伙伴们都知道 这个苹果13也不算新款的机器 想拿到全新机市场确实是很少很少 这台机器二台也是拖了一个 熟悉的新机当口老板帮忙留了一台 其实像苹果13 二手的核心机确实他价不大 这台全新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3800块拿到 前两天在市场拿二手的 还要花到3550到3600呢 新机和二手的差价也只有两三百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要拿的机器都搞定了之后 二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儿的 我们下期视频 别见不散吧